后头这一句重要 心 行 极灭转发轮 心极灭 行也极灭 这个行极灭很不好懂 心是自信 加上个极灭就是信德 如果没有这个极灭 那个心可以做真心讲 可以做妄心讲 底下加了极灭 这个心是真心 不是妄心 妄心是生灭心 真心不生不灭 心没有生灭 他的行当然也没有生灭 行是什么呢 行是启用 法性法相 都有提向右 这三大 华严金家的三大 大方广 就是三大的代名词 提 大 是形容体的 方是将现象的 广是将作用的 就是体相用 用大方广 三个字来形容它 形象 跟体完全相应 所以体极灭 像也是极灭 不但像极灭 作用也极灭 这是什么 祝福如来 因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之感 众生有感 他就有因 因 会现象 现象是 显应 众生的感 有显感 有敏感 佛菩萨的印 也有形印 跟明印 明印 不现象 没有像 我们六根 都没有办法 觉知 它确实 有因 我们常常讲 明明当中 佛菩萨加持 佛菩萨保佑 那是敏感 那 显感 就现象 像有心生 它现象 跟我们的心 有感应 换一句话说 是我们的心 引导它 起这个像 这个奇像 有色像 你眼见到了 有阴神像 也没见到 听到声音 有香 这个香的像 也不是 耳也没听到 眼也没看到 鼻闻到了 这些现象 很多人都有 经验 特别是想起 我应该会 有点 有点 就像